欢迎收听子鱼生活234 欢迎收听今天拜三的子鱼生活234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子鱼 那么在今天呢 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一个小鲜肉 就是如果您是用脸书直播的话 就会看到有一个长得北胖胖 Yumi Mi的这个年轻人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他是中山大学社会系的学生严明伟 那说到严明伟 可能大家对他的名字比较没什么印象 可是呢 如果您还记得四年前 有一位拿着被出卖的台湾 去Kan这个马英九的这个学生呢 就是他 所以他当时被称之为这个就是丢书少年 那过了这几年之间 那我们就利用今天这个节目呢 就是一方面请他来分享一些 他最近在关系的议题 那另外一方面也要考考他 就是除了丢书之外 有没有在认真的念书 那我们首先先请那个严明伟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海南各位共同的听众朋友 各位对台湾社会有关心 对台湾未来有望望 有嫁望 有期待 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严明伟 好 那今天会邀请到严明伟 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中 有提过就是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 这个部分呢 我们台湾的民间社团正在推动 就是要那个连署要证明的这个公投 让我们的台湾希望可以在2020的东京奥运的时候呢 可以用台湾队的名义来出赛 那当然这个公投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的连署了 也就是说只要这个阶段能够顺利的募集到足够多的分数 那我们就可以在年底的这个大选之中呢 就是来举办这个公投 然后来去推动就是2020的这个正名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明伟 是因为明伟他除了这个平常在学校 就是作为一个学生的本分之外 他也是非常的积极在参与这么一个2020 东京奥运正名的这个运动 而且在去年的时候呢 他也到过东京的街头 去登上这个所谓的战车啦 去跟日本的民众去做个宣讲 那我们今天就是想要请明伟来跟我们分享说 你为什么要来去推动这么一个运动 以及你在日本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好 我先给大家共同的听众朋友报告 其实在今天早上在台北 这个东京奥运正名的小组 他们召开记者会 他们说说 为今天开始就要来推策 这个第二阶段的 这个东京奥运公投的 这个正名的联署 第二阶段 他需要的分数较多 差不多要30万分左右 其实在差不多两个月前 两个月以前 大概第一阶段通过 也就是送交了4488份的联署书去到了中选会 然后也顺利的到达第二阶段 其实这个东京 其实我们从旧年开始 其实有日本的朋友 日本很关心台湾 很爱台湾的朋友 来他们修宣发起的 就是说他们开始 希望台湾可以不要再用中华台北 这个荒谬奇怪的名字 所以说这个运动反而是 由日本就是对台湾有感情的那些朋友 先率先帮我们去发起的 对 就是他们在日本的社会希望 日本的朋友 来关心说希望台湾 他们可以签名联署 然后来让台湾可以不要再用中华台北的名字 而可以用台湾这个名字 这是我们自己的名字 后来我在旧年差不多四季婚的时尊 有去冬天的这个新酒骨 新宿的这个鸡头 有去演讲 其实很重要的欢迎很热烈 很热烈的意思是说 其实日本朋友对台湾 其实不陌生 比较说他们我们都同属于容易地震的地方 然后我们也互相帮助过 其实他们对台湾的历史 还是说对台湾目前政治的现状 其实也是有了解 所以说他们反映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 都愿意签署 其实看到这样的这个 这个状况的时候 其实很感动 譬如说我也刚才两天 想要跟条件朋友分享的事情 第一项就是 有中国的可能是留学生 他们地址条来 等等 他们地址条内容是什么 地址条内容就是说他们来习习 就是他们不跟同民习习习 说他们反对这些事情 但是说他们地址条 他们的上面的习习习 中国就是台湾 就是自古以来 就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你们都用汉字 你们也讲普通话 你们当然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等等之类 其实这是很合适的 因为说 因为说你知道美国人也说美语英语 还有加拿大吗 加拿大也是 但是他们不是英国的一部分 譬如说 我们自古以来都是非洲大陆分裂出去 所以我们的主人叫路西就知道了 是啊是啊 是你安德塔人嘛 不是嘛 所以说这其实是很荒谬的事情 但是也有很趣的事情就是说 其实我们有遇到一个外国人 他们刚才整个会儿都去旅行旅游 他们找我们来 因为他们 那个人住在巴斯克 巴斯克呢 各位听众朋友 稍微介绍一下 它是在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地方 最有名的东西就是 叫做碧尔包 碧尔包 碧尔包有一个美术馆 很漂亮的 很现代的 那个地方其实他们也很想要独立 最有名的独立的事情就是 他们以前有一个恐怖组织 叫做碧尔 这个恐怖组织后来他们改参 后来他们也用公投的方式 希望透过这个公道道票的方式 来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 所以说巴斯克是一个西班牙 来到 然后卡塔罗尼亚 加泰罗尼亚 以外 很想要独立的自治区 他们那个人是在自己的小镇 这个小镇是在巴斯克的北部 他们也是在做正名运动 是在做独立公投 他们就跟我们合照 跟我们鼓勵 希望说未来的时候 可以去巴斯克那个地方找他 我来去路上的时候也有去找他 看他们在那里 其实跟我们做的东西是同样的 有一种天涯落比铃的感觉 是 所以说其实 在现在的局势里面 其实有很多国家 很多地方他们想要独立 其实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 给 譬如说卡塔罗尼亚 或者其他国家想要帮助我们的 我们可以做的来合作 其实这是突破外交 其实我们想要推策 这个东京奥运证明 最重要的这个部分 还有一个部分是 其实因为说 其实因为说 我们现在的公道法 没有法到领土啊 国号啊 是说宪法的变更 但是说我们有一个方式 它是变相的方式 就是说 我们变相透过这个 在奥运全世界的赛事点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名字 用自己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名义 来说出我们就是台湾 说出我们这个 这其实是我们的权利 是 这其实是我们应得的 或者说 这其实是我们想要跟世界说的话 所以我希望说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现在没法到在这里 来说说 我们来的基盤 到你共同 是说 我们现在来的改名 是改革和谈 是说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我们可以透过一种 变相的方式 来跟世界 宣传说 我们叫做台湾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之中 就是 明伟你也特别跑到日本去 那么在日本也遇到了 不管是呛瞎的也好 或者是来站香的也好 都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在国际上 对于大家对于台湾 其实都还蛮了解 跟蛮关注的 那站在我们的立场 当然就是说 我们会觉得 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想要用我们自己的名字 去参与国际 当然会有一个 所谓的国际压力在 而这个国际压力 通常也就只有一个国家了 那就是中国 所以中国它会一直盯着 我们的一些 特别是政府的举动 然后去指责你破坏现状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 这个就是我们民间的社会 可以去发生的一个 所要扮演最好的角色 就是那个 如果说中国它盯着政府 逼着我们的政府 没有办法去 做一些比较大的作为的时候 它管不到我们的人民嘛 因为我们的人民 会有什么样的行动 是我们完全的自由 跟我们的权利 所以透过这么一个 东京奥运的一个机会 去提倡台湾的正民运动 它反而就是一个 我们在国际外交上 可以用人民的声音 发出最真实的民意 最好的途径 是啊 我其实感觉 只是说没有不对 就是现在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 譬如说 我们前一阵子签的 美国国会通过的 这个台湾旅行法 为什么它没有合作 中华民国旅行法 它合作台湾 就是他们知道 这就是叫做台湾 这个投资就叫做台湾嘛 不然不是中华民国 还是说不是其他的名字 所以说其实美国 包括日本最近 也改这个 他们的交流协会 还是说 这个贸易协会的名字 改作台湾 其实看起来 其实美国和日本都很支持 但是说现在还有一个力量 就是说台湾最大的威嚇 就是中国 中国现在就是透过各种方式 譬如说最近发生非常多的事情 譬如说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台湾的艺人 他叫做柯友伦 他被贴上台独的标签 再来一个 对对对 又支持台独 所以说他的芯片就没法 禁止中国去穿 他们中国的网民 又说封杀他 就是说你永远不要来 或者说你 你不来活该这样子 譬如说还有一个就是说 一个卫星导航的公司 很有名的 譬如说我们家的这个 这个也是用他们的 就是家民 家民的一个 其中一个创办人是台湾人 他道歉 公开道歉 因为他道歉的理由是说 不好意思 我把台湾列为一个国家 他因为这件事公开道歉 他说未来我们这个公司 会好好反省 好好来自我审查 说不要把台湾列入 成一个国家 还有一个事情 又会越喊 譬如说 华硕 因为我们现在都要开始 发明机器人 AI等等 开始在发展 那些机器人 你问他说 我们现在在哪里 他说我们是在中国 中国台湾省台南市 对所以说 这种重点的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说譬如台湾 有一个作家 叫做无名义 无名义 他好不容易 台湾第一个人 进入到一个英国的文学奖 而且是非常有名的 对对对 那是非常有名 就是说他专门给 除了英国以外的文学家的 一个文学奖 他利比 他原本的名称到 合作台湾 但是后来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改作 台湾中国 台湾中国 后来他透过各种努力 才又把它改成台湾 所以说 其实很多很多的原因 举不完的原因 都要求说 各个世界各国 都开始跟台湾合作中国 所以说在这个 有时候 这个大国 对我们很关心 譬如说 日本还是美国 对我们很关心 有中国开始对世界 西方世界开始入侵的时候 跟台湾改作 是中国的时候 我们其实要 竟然站出来 说出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还是说我们到底希望 我们自己叫做什么名字 当然是台湾嘛 对啊 因为刚刚明伟提到 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国际场合上 以前是属于这种比较是国际组织 或者是说官方的组织的部分 我们会被迫改名 可是现在的局势好像已经变成说 透过市场的力量 就是中国他利用他的这个 所谓的经济实力 一方面去并购 这些国外的企业 或者说去入股的方式 另外一方面又会用这种市场 做一个要挟 就是如果你想要在中国做生意 你就要去听他们的 那基本上这种东西 就已经是违背了 所谓的市场法则跟市场机制 因为纯粹的自由经济里面就是 我能够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靠的是我的什么 靠的是我的产品 它的品质的OK 而不是说他必须要去宣誓说 我爱党爱国这样子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对中国的整个经济的未来发展 是有不利的影响的 那这是另外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 只是话说回来 刚刚听到明伟说的一大堆 就是这种被迫的这个名字 就真的很想回一句 就是中国总理老师 那不过在这个部分呢 那我们还是要 就是刚刚让我想到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在最近的国际名称上面 就是一些学术的讨论 跟一些现实的一些讨论部分呢 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瑞实力 这个瑞就是瑞利的瑞 来形容中国最近 那个在国际上的一些作为 跟一些它的一些外交的手段 那这种东西呢 它对于我们台湾会有什么影响 以及它跟以前所谓的软实力啊 硬实力啊 到底又差在哪边呢 那这个部分 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 进个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再来请明伟 跟我们分享这个中国的瑞实力 您现在收听的是 《子鱼生活》和三世 天下没有丑女人 只有蓝女人 你为何考成像包青天 雷神 我也想要丑小鸭变天鹅啊 推荐您最佳的脸部缩食防养生品 蚕丝面膜脏 洗脸敷脸只要三分钟 这是聪明美人的秘密武器啊 闭合薄风脆卵壳膜蝉丝面膜脏 让您肌肤光滑如丝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 092 898 随着年龄增长 您更需要补充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是人体组织中 重要的蛋白质 酵素水解专利胶原生态 分子量小 不含糖 脂肪 胆固醇 不使用人工添加物 让您安心无负担 补充胶原蛋白 留住青春 让您荣光焕发 真的很简单 酵素水解专利 胶原生态 宪政优惠中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 092 898 资讯爆炸时代 要怎样才能懂门道 而不是旁门左道 交给子余就对啦 太阳花时代 蔡英文言蓝 党政与国会历练 从联合国到非洲内陆 都有子余的经验 子余将用留学巴黎时的 嘲讽风格 带您轻松聊政治 谈时事 快乐联播网全新计划 周一至周六 晚间六点到七点 欢迎收听 子余生活二三四 好的菌 让您健康舒畅 坏的菌 让您病炎炎 民宿清 挂糖液菌 给您维持一身轻盈的体态 盐血是一株 复合式活菌 维持健康的体质 帮助消化 排便炫畅 调整体质从小开始 老人小孩都可使用 现在 民宿清 挂糖液菌 特价中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互播 0809 092 898 快乐台湾 净菜不憨 快乐 联保邦 欢迎回到子余生活二三四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陈子余 今天很高兴可以为各位来宾邀请到我们中山大学社会系的这个学生严敏伟 那我们还是同样的请敏伟来跟我们打声招呼 嗨 咱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甘免费 那敏伟他这个大概可能大家对他的名字目前是有点陌生啊 不过如果说到四年前曾经有一个就是少年 拿了一本被出卖的台湾砸下马英九 这个故事应该大家可能就比较有印象 那个杂数的少年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袁明伟 那他这个经过了四年 那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来检验看看 他这四年之中 那个就是除了搞社会运动之外 有没有认真的念书 那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中呢就是有提到就是 目前我们台湾的民间社团也跟日本的友人 一起在合作推动2020东京奥运的台湾正名运动 那么希望能够让台湾在这个东京奥运的场合上 用台湾队的名字 用我们真正的名字能去参加这个国际比赛 而不要再用一个非常荒谬的这个所谓中国的台北这种对名 那么在讨论到这个部分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提到那在这个中国近年来对台湾的打压 其实他也不只是针对台湾而已 而是他利用他的经济实力 跟他的一些新的一些外交的政策手段 开始在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全国的范围中 全球的范围中 去推动一种被西方 特别是欧洲跟美国这些国家 称之为是瑞实力的这种所谓新型的实力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考一考我们的名为 那个瑞实力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以及他跟我们以前常常看一些国际媒体 会提到的这种所谓软实力 还有硬实力 又是哪一方面的这个差别呢 好 其实简单来说 现在这个西方的这个民主国家里面 其实他们开始在判断 开始在均匀 就是说他发现中国经济崛起 以后其实台来并不是这种和平崛起 反而是一种带有逼迫性 比较带有威胁性的这种力量开始突现出来 就是威权国家跟民主国家之间的对立 开始出现了一种紧张关系 其实现在要说就是说 现在西方判断的原因开始在说 他们开始提出叫做 sharp power的原因 其实是说 简单来说 就是说所有的hard power hard power就是硬实力 硬实力的意思就是说 我透过军事的力量 我透过这种经济的力量 比如说我去非洲帮你盖高速公路 我去非洲帮你盖学校 我去非洲帮你盖 你没钱盖这个炼油 我帮你盖链油肠 我帮你盖链油肠 这种经济的势力 还是说军事的力量就是我弃车 飞机大炮飞过去 对 我拿枪对着你的后脑勺 叫你做什么事情 这种叫做硬实力 就是说它是很硬的 它是很硬的 西方开始说硬实力要它 它提出一个东西 叫做软实力 软实力不一样的地方是说我今天不是弃车 叫你做什么事情 你才做什么事情 而是说我不必弃车 你就会听我的话 就是说透过譬如说我们以前的洗脑教育 就是说我不必跟你说 状态车 状态车 不用弃车 你就会说 他是世界伟人 对 世界伟人 还是说他死的时候 你会给他轨 透过这种意识形态 还是说透过这种文化 还是说价值观的输出 让西方世界对这种 对这种 不同的国家 他们有一种软实力 就是说在文化 文化方面的这种臣服 还是说这种洗脑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 我不是透过客户 我是透过这种文化 还是说透过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 要赢得你的心 要博取人心 要告诉大家 我这个国家是一个好的国家 我这个国家是一个不错的国家 这是软实力 这个这么说起来 听起来就是好像之前中国曾经 很积极的在世界各国 去推动一个组织叫做孔子学院 然后最近他们也一直陆续的被认证 就是说帮中国搞一些 这个所谓的这个谍报啊 还是说去影响舆论 所以一个一个的开始被关闭了 是是是 我等一下再说到 就是说 他们现在开始说 中国不是赢实力啊 中国又不是软实力啊 因为说他们开始 他们也没那么软啊 所以他是没实力嘛 他们不是没实力哦 他是有实力啊 但是他的这个实力是什么 因為他們找到了 叫Sharp Power Sharp Power就是瑞斯利 瑞斯利的意思 用台語來說其實很傳承的就是 說他像小刀一樣 很賴的 賴的意思就是說 他會刺穿他的國家的內政 或是一個國家的媒體 或是一個國家的公民社會 或是他們的學術學術界 或是他們的整個社會 他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影響輿論 影響輿論 以外他們開始做一個東西 讓西方的民主國家開始緊張的就是說 自我審查 自我審查 以外他可以控制他們 控制他們 譬如說 譚多子余說到的 孔子學院 也許孔子學院原本 西方世界以為說 他們只是要去宣揚 教漢語 教中文而已 就像有些國際組織 或是國家的這個單位 學會來台灣設立 例如說 法國才來學會的文化中心 對… 譬如說像德國的 歌德學院上面 他們以為是這樣而已 但是說譬如說 加拿大 他們開始發現說 孔子學院來這裡 不是教大家說漢語 不是教大家認識孔子 是教大家被毛主席 如果這樣 對… 他們唱的歌是天安門真好 解放軍進行去 是… 他們開始 譬如說 他們不只是違反了人權方面 譬如說 你如果是法輪功 你不可以來尬客 他們也不只是輸出 他們中共的意識形態最重要的是 他們違反了國家安全 他們侵害到國家安全 他們透過一些 漢邦啊 或者孔子學院等等的機構 他們開始對西方世界的社會 會進行勤收等等之類 然後這個sharp power 所以加拿大開始 開始有 好幾間的孔子學院被關閉 還有譬如說 中國透過他的sharp power 在挪威 嗯 譬如說挪威是 世界 我們理解最愛好和平的地方 因為義務 諾貝爾和平獎 但是說 諾貝爾和平獎 提名劉曉波以後 中國就打壓挪威 嗯 中國開始打壓挪威 欸對面我吐個槽 那個諾貝爾和平獎 不是在瑞典嗎 喔瑞典瑞典 不好意思 開始打壓瑞典 然後開始 有很多 譬如說澳洲出版一個 批判中國的書籍 嗯 然後批判中國的書籍 一澳 他那個出版社 就在中國被禁 嗯 或者說不能把書送去中國 等等之類 說 開始中國透過各種打壓 還是實行監控的手段 譬如說他們發行自己的媒體啊 開始影響輿啊 包裝中國就是好的國家啊 說到這個 我就想到之前那個 中國不是在開這個 所謂的兩會嗎 是 然後再一次的會後記者會上面 有兩個那個記者 他們因為互相那個 其中一個一直狂鼻白眼嘛 就爆紅 對 然後後來就被人家起底 就是不管是發問的記者 還是白眼的記者 他們雖然掛的都是看起來 好像是國外在中國派出的媒體 可是那全部都是中國自己設立的 只是名字取得比較像外國而已啊 是 他們會 他們透過兩種方式收買媒體 譬如說我自己創立一個報紙 就是我背後的金主就是中國 另外一種是我收購已經有的報紙 譬如說它開始經營不散 它開始快要倒閉了 我中國就把它買下來 透過這種你塗的東西 都是中國不要酸團 他們在輸出 他們對他們有利的訊息 譬如說更可怕的是西方 最重要的就是說 譬如說你在在2014年的時候 有一個學術研討會在葡萄牙 這個研討會是在討論說 中國研究的研討會 這個中國研究研討會 在討論說台灣和中國的關係的時候 我他們公子學院就出名 就靠北了 就把那個學術paper撕掉 就是說他們開始進行審查 在強調學術自由 強調自由討論的地方 他們開始進行說 你這個言論跟我不對 我就要把它撕掉等等 所以其實瑞什利 他跟他不是國與國之間 就是外交有一個原則嗎 就是不干涉他國內政 這也是中國很喜歡掛在嘴邊講 對他們表面上講說 我不干涉非洲的內政 整天過來管台灣 對對對 然後可是他們現在 連表面功夫都開始負責了 他們開始進去到各個社會裡頭 連美國跟加拿大跟澳洲 是最先跳起來的國家 結果到最近 歐洲的一個智庫 也出現了一個報告書 你這個報告書上面 就說其實中國透過各種手段 來影響他澳洲內地的國家 尤其是經濟比較不好的國家 我中國可以給你主委 我中國可以給你人力 我中國可以給你各種方式 但是說你要說我自己的東西 還是說你 我沒有跟你說我自己的東西 但是說你你可以自我福音 就是要你傳播上 對 所以說這個sharp power 對台灣到底的影響是什麼 還是說這個sharp power 對台灣威嚇是什麼 其實很明確 很明確的原因就是說 中國正透過瑞實力在圍堵台灣 因為中國的瑞實力 或中國要你的其他西方國家 進行的自我審查 就是中國是台灣的一部分 你是不是說反了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們已經反攻大陸了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就是說它這個內建的這種自我 就是台灣被中國的瑞實力被圍堵起來 被圍堵起來 所以說其實對我來說這個東西是非常嚴重 就是說我們以為中國只是單方面的 想要入侵台灣或滲透台灣 其實它現在不是 它現在兩方面就是 一方面是中國跟台灣 他們透過各種手段入侵 無關是瑞實力 軟實力還是硬實力 譬如說火鍋有對準台灣 台灣不用軟實力 因為我們中國民國是民教 有自動洗腦 自動腦補所有的中國文化 所以說我們軟實力應該不需要 但是說我們也有很多主要 這個學術交流都是軟實力 最近也是蠻紅的嘛 在高等教育圈之中 對對對 阿現在瑞實力也有很多很多 他們說比如說他們收買這個國安局 或是說他們收買里長啊各個方面 這種單方面以外 他們現在變成雙方面 就是世界各國開始說 哇台灣就是中國一部分 西方世界不得不透過這種自我監控 還是說他們中共直接的這種打壓 還是說直接的這種 要你說什麼話 要你自我審查 所以我覺得這個現狀說 我們要開始理解說 希望世界也開始緊張 那台灣身為這個重災區應該要 我們就是最主要的這個厲害關係人嘛 對 所以所有中國的銳實力最主要的目標 其實還是會針對台灣而來這樣子 對 以針對各種譬如說香港啊 台灣啊 新疆啊 然後蒙古啊 等等之類的國家 了解 因為剛剛明明我在提到這個 中國在這個歐美地區實施瑞實力的一些案例 我就想到 那在澳洲其實有兩個還滿明顯的 一個就是說 澳洲已經有好幾個大學 他們的這個學生 因為很多的中國留學生嘛 對 那這些中國留學生 他們在上課的時候 如果聽到的那個老師喔 他是發表對中國不利的言論 是 他們會集體抗議喔 有的是那個就是直接舉手跟你說 你不可以這樣說中國 那有的就是透過什麼email那種去威脅他說 你這樣子 我就要給你很低分的這種所謂的評鑑 那其實這個就是真正的在違背的所謂的大學自治啦 因為所謂的大學自治它最核心的精神就是 在大學的教育場域裡面 你可以暢所欲言 你可以不用管所謂的什麼政治正確 或者是做一些政治立場的東西 你認為對的 你認為它是有學術價值的 你就應該可以公開 甚至是所謂的公平公正的來討論 但是中國留學生因為他們之所以能夠出來 已經是在所謂的意識形態上 大部分都已經被這個中國共產黨所掌握住了 或者是說已經有一定程度的這個控制了 所以他們到那個澳洲 或者是說其他的歐美國家去留學的時候 他們反而會出現另外一種自我審查的狀況 這種自我審查的狀況就是 他們沒有辦法在 同樣也是有中國學生在的地方去唱所欲言 因為他們會擔心他的同學 是不是廖北亞會監控他的一言一息 就像當年我們有一個很有名的前總統 在美國念書的時候呢 他最有名的這個工作 就不是念書也不是寫論文是什麼呢 是拿著攝影機到處去拍 拍那些搞態度運動的人對不對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澳洲他不只是學生 中國留學生會幹出這種事情 而且他們也會透過就是幾乎是可以說是那種 政府的力量 或你剛剛提到的出版社的力量 因為有個澳洲的學者 他就是專門在研究解放軍的關係企業 那這個事情不只是出現在澳洲 還出現在台灣 因為其實在台灣之前 曾經有一位這個 加拿大的學者嘛 就是Michael Cole 那個中文的名稱叫 那他目前也是這個 台灣守望 就是一個以英文為主 幫台灣向世界發聲的一個 網站的主編 他之前曾經寫了一篇 專欄的這個文章 就是討論說 解放軍的關係企業 在我們的台北的這個101裡面 好像設有分布 那當然外表是跨著一個是 就是那個民間企業的這個名號嘛對不對 那這個文章一出去之後呢 哇 不得了 就是這個被點名的企業 就是直接透過法律行動 想要去逼他閉嘴 那目前這個訴訟都還在進行當中 所以就是看得出來這種所謂的銳實力 它不只是出現在那個歐美國家 或者是澳洲 其實我們作為一個他們 中國統戰的最主要的目的的這個國家 台灣 他們的侵略 或者是說他們的阻力 是更加的深刻 是是是 所以我覺得說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要知道說 其實西方世界應該是因為說 他們的民主 他們的自由 還是說他們的開放 譬如說他們的市場開放 他們的學術交流的開放 他們的友善 開始被中國 當時請問答案 當時透過這種他們的開放 還是說透過他們的民主 透過他們的自由 開始做威權的事情 還是說開始做中國想要他們做的事情 這種狀況西方世界開始反省 所以他們提出所謂的sharp power 他們提出說 中國很來的 他們拿小島開始刺穿各個國家的來勁問題 還是說他們各個國家的各個部門 所以說其實我認為說 我們要開始來俗課說 sharp power 他在台灣 現在他到底是怎樣 其實我們沒有資料 還是說我們不知道他到底侵入到台灣到哪裡 對 所以我覺得說我們要開始好好的來想一想 對 不過這讓我想起也是大概四年前吧 2014年 那時候的這個中國國台辦的主任張志軍 不是就是好像大概五六月的時候 有來台灣做一個訪問嘛 那時候就是我那時候剛好在高雄 我就看到那個在高雄的這個左營高鐵站 那就很多喔 就是一方面是要去抗議他的 但是更多的是拿著紅布條迎接他的 對 然後你去看那些紅布條上面的一些這個 組織的title他的名稱 就是什麼有什麼太極權的啊 有什麼什麼社區服務的啊 有什麼慈善組織啊 還有一些什麼更常見的什麼所謂的文化交流協會 所以這其實某種程度上他就是一種 就是還沒有就是展現出來的一種sharp power嘛 還沒有展現出來的銳實力 但是在那個場合他其實就是 等於說中國的統戰部門 要在那個因為那個長官要來巡視了 所以把這個業績做出來說 你看這是我們在這幾年在台灣 所那個成功製造出來的一種就是 支持中國的這麼一個景象 對 這也是值得我們去做一個警惕跟一個討論的 那麼節目時間的關係 我們這邊再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回來再回到我們 子瑜生活二三四的節目現場 給男人幸福的人生 快上網搜尋快樂愛台灣 過播零八零九零九二八九八 專為亞洲女性打造的 碧和柏珍珠換白膏 極致滋潤 富含氨基酸 美肌力更勝膠原蛋白 可調理肌膚紋路 維持緊致肌膚的彈性 讓您由乾燥 變得更加水嫩淨 變得更加水嫩淨白 現在 走路變得好吃力 我也是啊 年紀大了 走路很不舒服 保養變得很重要 擦的葡萄糖胺產品 讓你隨時更方便 全用來自純淨無污染的 紐西蘭奇基之輩 輕口一杯萃取物 現在葡萄糖胺MSM 關乎乳高 特價優惠周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或播0809 092 898 各位小朋友 我是花哥 我是吳錦發 那麼花哥說台灣的旅行 說台灣的故事 說台灣的旅遊 每個禮拜二到禮拜五 早上七點到八點的時間 來播出 那麼六月份以後 會是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歡迎大家的收聽 今天來交我的意見 大家出來去看 有地攝有趣味的節目 謝謝大家 歡迎回到 紫瑜生活234的節目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陳紫瑜 在今天的節目中 我們很高興可以 為我們邀請到 就是在四年前 拿著被出賣的台灣 砸向馬英九的 這個丟出少年顏兵偉 來到我們現場 跟我們做一些分享 還有討論 那還是一樣 請我們的那個明偉 跟聽眾朋友 達聲招呼 嗨 咱各位共同的 聽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甘編輝 那今天會邀請明偉 最主要還是因為說 他在這個時間點 就是說 丟出之後的這四點呢 不只是就是 有積極的繼續參與 社會的運動 那同樣的也是有 非常的就是 在提升自己的這個內涵 充實自己 所以剛剛的節目中呢 那聽眾朋友 如果您就是有一直在收聽的話 就會知道我們在討論這個 中國的銳實力 軟實力 以及這個硬實力 它在這些階段性的變化 對於台灣 甚至說對於世界的這些民主國家 所造成的一些負面的影響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要來問明偉 那既然這個中國的這個銳實力 在台灣的這個影響力 是越來越高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有沒有什麼可以就是 比較有效的這種反制的作為 特別是當中國對台灣的這些種種作為 它最終的目的 都是為了要讓台灣 變成中國的一部分的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剛剛在說 說瑞實力其實內建圍堵台灣的本質 其實我們要做的東西 我認為有兩個方向的人來發 第一個方向當然是 我們在這個節目的第一階段討論 我們透過東京奧運正名的一種手段 來達成說 我們要用我們台灣的名字 其實以前我們在奧運的時候 有三次是用台灣的名字 一次是在1960年代 1960年的時候羅馬奧運 1964年的時候在東京 1968年的時候在墨西哥 其實都用台灣的名字 所以在東京奧運 已經有這個台灣隊的潛力了吧 對 所以說其實台灣的名字是後來 因為中華民國尊到他們的政權危機的時候 譬如說70年代的斷交 炒中的斷交 中的十五年代他們開始改成中華民國 因為他們認為說他們是唯一的中國 對 後來就一定用中華民國 後來又改成中華 台北 Chinese 台北 其實我們現在需要把這個東西 把它出銷 還是說我們一定要用我們台灣的名字 來向國際說我們就是台灣 不是另外一個中國 還是說不是唯一正統的中國 其實這是很簡單 還是說就是常識的一件事 但是說 從推薦這個東西的一個意義 除了要抵抗中國瑞斯利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在推薦這個 我們台灣在合作台灣的名字的時候 其實中國國台辦發言人叫做什麼 安峰山喔 他就跳起來了 就是說你們這樣子的是踩到紅線 還是說這樣子是觸犯到什麼 什麼台海之間的和平 這個就代表有打到點啦 他們會競爛 是是是 所以說這是有效的啦 所以說大家鄉親時代 還是說聽上朋友 其實不要覺得這個證明不好 或是說這個證明對我們沒有幫助 其實是有的啦 所以說中公這裡的 要需要跳出來說 批判說你不能這樣做 所以說其實我們要開始做 我們要開始做 我們要開始簽 因為它需要30萬分 需要30萬分 以後我們這裡可以 而且它還有時間的限制 所以說 大家要趕快去選團說 叫你的親戚朋友來簽 它順序跟他們說現在台灣 住在的問題是什麼 第二的我覺得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說 我們為瑞實力可以看到 其實中國是透過 他在每一個國家收買的人 還是說有影響力的人 還是說各種管道 來影響那個國家的來政 在台灣非常明顯 我們不只是有影響力的人 我們還有影響力的政黨 是 所以說我想要 透過兩個禮來說這件事 第一個禮就是 我們前一陣子有雙城論壇 你說的是台北的還是高雄的 我台北高雄都要說 在高雄 我們先說高雄 高雄就是趙天林 跟他們想要把高雄和深圳 攬作為 或是角作為 其實這就是 因為有學者在研究 就說在紐西蘭 他們通前的方式 都對紐西蘭的影響 其實就是透過這種 透過這種 城市的姐妹式 姐妹式來連結 在台北又越寒 雙城論壇 我們知道科匹 他去中國的時候 要靠 或是說 兩岸一家親 或是說 兩岸就是命運共同體 我是覺得 科匹後來 到世大運的時候 沒收台灣旗 沒收觀眾席上的台灣旗 甚至還出現推擠 打架之類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科匹 他說的 台北價值 其實就是 Chinese台北 喔喔喔喔喔 你不說我還沒注意到 前面還有一個 那個罐子 是是是 所以說其實科匹 他是Chinese台北 科匹就是中國 透過 他客觀效果送看來 因為我們不知道 他有太錢 或是沒有太錢 但是說 他們透過姐妹式的交流 或透過科匹說的話 其實你就知道說 他是中國的一個影響力的範例 他主張的不是台灣價值 他主張的是台灣價值的對立民 就是台北價值 就是Chinese台北 可是說到這個 這個 因為柯文哲他這兩天 他又回了一次 蔡英文題的考卷嘛 他就說 台灣價值是這個 情政經理愛鄉土 他就是怎麼看 是啊 這就是說 他回避掉最重要的問題 他回避掉情政 這當然是基本的 你做的一個 政治人物 你就是要這樣嘛 而且他說的東西 就是那種 蔣經國式的 對 情政經理愛國 那就是蔣經國式 你剛說表倒民進黨 因為這不是民進黨的價值 真的嗎 OKOK 不好意思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刻意回避掉 或者說他每次在最關鍵的時候 逢中必軟 這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的台北價值 就是逢中必軟 那這個方式的話 我們就要拉回來說 有哪些政治人物 或者說有哪些 青年參政或青年入政的年輕人 願意來主張 透過不只是體制外的人民 自己來連署 就像奧運的正名活動一樣 對 不只是 如果是大小的人在逃三天啊 台灣這個 這個基層的朋友 基層的朋友也都站出來 你政治人物要標台 就是說你政治人物要不要拿出一點 跟柯文哲那種人 不一樣的價值 或者說去挑戰那種價值 所以說我感覺說 我們就這回來的兩方面 就是說我們政治人物 不管你是老的還是青年參政的 你要在你的位置上站出來 去主張說 這件事情我支持 我贊成 我主張 另外 在這個方面就是說 我們要透過我們自己的社會關係 還是說社會的這個忙碌 網站 來推薦這個東西 就是說我們要告訴我們 這是我們的台灣價值 台灣價值就是這樣 所以說有很多方式 可以來簽這個聯署書 但是說最方便的這個方式 我跟各位條衆朋友說 你可以上聯署的這個 叫做晉級的台灣 晉級的台灣隊 怎麼打 那個字怎麼唸 晉是進步的晉 晉是打晉的晉 晉級的台灣隊 你點進去後 你會看到一個金魚 晉級的後 你把他拉下來 第一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 也很詳細的跟你說 到底要怎麼簽 到底要走去哪裡 但如果說有一些騎大人 他可能網路比較不方便用 有沒有實體的這種店面 你會可以 其實在北中南 都有這個服務處 什麼服務處 不是服務處 就是你可以拿那個 對 據點啦 有沒有各局的例子 讓大家可以 譬如說我認識的就是高雄 高雄市的三民窟 三民公園旁邊的柏仁街13號 那當時也是自進黨的辦公室 他們的電話是 空襲311 1202 好我講話文 073111202 台中呢 台中有嗎 台中也有 但是說就是要去網路查 對 所以說 如果說你去晉級的台灣隊 其實去查的話 都可以看到 他上面的訊息 而且如果說 如果聽眾朋友他們有興趣 想要一起出一份例的話 他們的可能自己的一些 辦公場所或者是商家 也有可能可以變成說 放連署書的據點嗎 都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 其實這個連署書 他上面都有什麼要怎麼走 還是說要怎麼疼什麼 都可以送 所以非常希望大家可以來 盜山港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 請明維來跟我們分享的 最主要還是說 台灣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我們當然希望能夠用自己的名字 在國際上可以跟其他國家平起平坐 那包括體育賽事也是一樣 所以2020年的東京奧運 它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為什麼 因為從整個不管是這個 蔡英文總統上任也好 或者是說 美國的川普總統上任也好 我們在之前的節目中 都跟聽眾朋友分享過 東亞以及世界的局勢 正在急速的變化 那其實這個變化當中 就是我們台灣可以 朝我們獨立自主 更邁進一步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台美關係在逐漸加溫的過程中 台日關係也是加溫的非常的快速 包括我們今天提到這個正面運動 它本身其實就是由日本的朋友 率先幫我們去做個提倡的 我們台灣自己的當事人 是事後才跟進的 所以到底能不能夠 讓我們的台灣 用自己的名字 在國際上 可以向世界來做宣稱 那其實2020的東京奧運證明 它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這一步 我們也希望說 可以集結大家的力量 就是千千點鼠書 然後能夠把自己的聲音 表達出來 去向國際做個最好的宣稱 那今天的節目很遺憾 就是說我們的時間 要在這邊先告一段落 那以後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來就是說 可以邀請顏明文 考驗他有沒有繼續的好好念書 那今天的節目非常感謝您的收聽 子瑜生活二三四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空中再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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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